时代在发展,角球的套路是越来越丰富,而被角球套路了的对手也越来越多。 说起朱广护士角球,恐怕很少有人会不熟悉这个名词了。 在05年,中国对哥斯达离家的友谊赛中,朱广护士角球闪亮登场。 只见做了半天换人首饰的赵俊哲把球轻轻地一波,离开了角球区。 孙祥却突然启动,把球带了出来并且传向门前,由张耀昆扩门。 整个过程当中,哥斯达离家队是这儿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这么被套路了。 赵俊哲和孙祥那可都是好的演员啊。 事实上,在赵俊哲离开的时候,角球已经被他开出来了,因此这种角球阻拔的方式并不违背规则。 这显然是中国队主帅朱广护受益而为的,因此得名为朱广护士角球。 多年以后,在上海的一场十岁以下的少年足球比赛中,朱广护士角球在沉寂了很久后惊献赛场。 上海搏击队的小队员们完美地复制了朱广护士角球的精髓。 据说朱志导当年是学习了欧洲某联赛的类似角球战术之后学以致用的。 但我们通过海量的资料寻觅,从没有找到过类似的角球战术。 反而是在朱广护士角球发生之后的几年内,这种战术却大行其道。 但并不是所有的裁判都认可这种游走在规则边缘的角球方式,像英格兰的裁判韦伯就绝不认可。 在0809赛季曼联和切尔西的这场比赛中,韦伯就吹掉了吉格斯和鲁尼精心安排的角球战术。 从慢镜头上来看,这一次的角球战术安排,其实和中国队在几年前的朱广护士角球如出一辙。 可慢镰毕竟是慢镰啊,在朱广护士角球被韦伯吹掉后过了还不到10秒钟。 吉格斯又开出一记正常的角球,被巴托夫投球百度,维迪奇冲顶,球还是进了。 在2014年世界杯哥伦比亚对科特迪瓦的比赛中,哥伦比亚队的祖尼迦和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也试图复制朱广护士角球。 结果哈梅斯还没有把球传起来,哨声就已经响了,主裁判又是韦伯。 看起来朱广护士角球在光头裁判韦伯的字典里,压根就不存在。